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专注模式 来切换你iPhone的桌布 那我们今天这个切换桌布 你的专注模式里面的每一个模式 你都可以帮他们设定桌布 可以是随机的也可以是指定的 那要切换桌布 就必须要使用到 iPhone里面一个内建的程式 叫做捷径 捷径它有点像是 iPhone里面的白包箱 可以帮你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在我们开始设定之前呢 你要先去找到 你想要设成桌布的图片 那可以是单张图片 也可以是多张图片 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随机 或是指定 那我自己也非常常用来 下载桌布的App 叫做Vellum 就是这一个App 那它是免费的 那它也有付费版 但我觉得免费版 就已经非常好用了 如果你下载好像 例如说10张之类的话 就要看一次广告 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里面会有 非常多不同的主题 然后我觉得 图片的品质都还蛮好的 然后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下面这个圆点 就可以储存这个背景桌布了 那另外我觉得 也非常有质感的桌布 像是有iPhone 它们官方的图片 那iPhone 13系列呢 在这个Vellum里面也是有的 就是它有一系列 这个iPhone 13的桌布 大家可以来这边下载 那下载完之后呢 我们到相簿里面 来帮它分类一下 大家看到下载完的图片呢 就是会储存在这个图库里面嘛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 随机切换桌布的话呢 你就把这些照片 全部都新增在同一个相簿里面 就是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选取 然后把这些相片都选起来 接着按分享 然后里面呢 就把它加入相簿 然后呢 我们新增相簿 这边你就帮它命名 例如说背景桌布 然后我们按储存 那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指定照片的话呢 例如说你每一个模式 想要个别指定一张背景图片的话呢 你今天就是一张图片 就一个相簿 然后例如说我今天要制作 四个不同的模式的话呢 我就可以新增四本相簿 然后你可以用这种代号 来帮它排序 例如说我自己是使用ABCD这样子 那新增完相簿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写捷径了 那捷径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先把它打开 那这是一个内建的程式 每个人一定都有 你可以到后面的app 资料库这边来搜寻 打开之后呢 我们在下面的这个 我的捷径的地方 按一下右上角加号 接着呢 在捷径名称这个栏位 我们打 切换桌布 然后呢 在加入动作这边 我们点进去 首先在搜寻栏位这边呢 我们输入寻找 然后第一个选项 就是寻找照片嘛 我们点下去 然后这边会出现一个寻找所有照片 然后我们这边按加入过滤条件 然后会显示相簿是最近项目 我们点进去这个最近项目 然后呢 我们去找刚才我们设定完的那一本相簿 我们刚才设定的相簿叫做背景桌布嘛 就在这里 我们点下去 然后在排序方式这边这个5呢 我们点进去 这边呢 我们选最下面的这个随机 接着呢 下面有一个限制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这边呢 这个取得5张照片 我们把它 缩减成一张照片 然后接着呢 我们到最下面的这个搜寻栏位呢 继续加入我们的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搜寻背景图片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选项 叫做设定背景图片 点下去 好 它就会变成 将锁定画面背景图片 设为照片 然后右边有一个箭头 我们点进去 显示预览 把它关起来 好 那这样子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叉叉 接着呢 我们要来用自动画 来把刚才我们写完的捷径 加到你的专注模式上面 先点下去 然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加号 然后选这个 自作个人自动画操作 接着呢 我们往下滑 去找到这边 有一个专注模式的栏位 那你可以去选择说 你想要在哪一个模式下 切换桌布 例如说 我今天想要设定个人模式的话 我就点进去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去选择 你是要开启啊 或是关闭的时候 或者是你可以两个都选 那我们按一下右上角加号 接着我们按加入动作 这边呢 我们点进工序指令 里面往下滑 在捷径的栏位下面呢 有一个直行捷径的选项 点下去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半透明的捷径 点进去 然后呢 我们就去找 刚才我们已经写完的 那个切换桌布 在这边 切换桌布 它就变成直行切换桌布 接着我们按右上角下一步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直行前线询问 把它关起来 然后按不询问 接着再按右上角完成 这样子就完成啰 那我们现在呢 马上就来测试看看 这个切换桌布的功能 首先打开专注模式 然后我们按个人 大家看到它的桌布 马上就变了 然后在它执行捷径的时候 它会有这样子一个通知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关起来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例如说你今天是想要一个模式 就是一张图片的话 要怎么做 在捷径里面呢 你一个模式 就要用一个捷径 就是完全是要分开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选的相簿 也是不一样的 一样呢 我们按一下加号 然后在捷径名称这边 我们先打一个数字 例如说1 然后按加入动作 这边呢 一样我们去搜寻寻找 然后按寻找图片 接着呢 按这个加入过滤条件 然后相簿是什么 我们点进去 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讲说 如果你是想要设定 单张照片的话呢 就是一个照片要是一个相簿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选 第一个相簿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限制呢 一样把它打开 然后按这个取得一张照片 接着加入第二个动作 就是设定背景图片 这边在这里 然后这边显示预览要把它关起来 那我们按一下右下角的播放键测试看看 它上面就会出现一些视窗 那你就按永远允许 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叉叉 以此类推呢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三四个模式不一样的照片的话 你就要去新增四个不同的捷径 要重复新增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长按我们刚才已经写好的一号的这个捷径 里面呢就有一个复制的选项 按下去之后就会出现二号了 然后按一下二号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进去之后呢 我们把刚才的相簿A改成相簿B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一样也是要新增 例如说你今天是要三个不同的模式 三张不同的照片的话呢 就要新增三次不同的自动化 那自动化这边呢 我们按加号 然后按制作个人自动化操作 在下面呢 你就要去选三种不同的专注模式 例如说我今天正念呢 就是要使用第一张照片的话呢 我就点进去 然后按下一步 接着呢 再加入动作这边 我们一样呢 我们选这个工序指令 然后在捷径这边呢 执行捷径点进去 然后执行捷径这个半透明蓝色的地方点进去 我们去找刚才我们已经写好的一 然后呢按右上角下一步 然后执行先询问把它关起来 然后按不询问 接着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把捷径的通知关起来 首先呢按一下设定 那我们去找一个选项 叫做萤幕使用时间 在这里 然后呢按一下这个查看所有活动 然后我们往下滑 然后去看到这边有一个通知的栏位 有没有 我们这边随便点一个地方 然后去找到下面的这个捷径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捷径的话 你就去选最近的那个时间 然后点进去 接着呢 上面这边有一个允许通知 把它关起来 这样子就OK了 那除了利用专注模式来切换桌布之外呢 你也可以让它指定时间自动切换桌布 一样就是在自动化里面 只是你的设定要改成指定的时间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下一次再专门做一部影片来讲解 那我们今天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